警方追查卖毒给网红的药头是一名陈信的运毒大咖住在台北市的大安区 经常在附近一带的酒吧活动因此认识了不少网红界人士 借此向他们贩售毒品 因此警方也不排除网红圈恐怕还有更多人染毒 警方发动搜索逮捕陈信毒贩和他的女友以及买毒药角 30岁的陈信嫌犯是澳洲长大的ABC 2017年开始从荷兰德国美国等国家买毒品办成品 以国际航空邮包的方式走私来台 2019年遭判刑两年十个月 他却在发肩前落跑 日前被带警方在他家搜出多支红酒瓶 里面装满液态毒品 交易时再烘干卖给卖家 香港海关多次破获类似的运毒手法 去年查获20箱从美国运来的红酒 有45支被换成液态骨科剑 重量达31公斤 是香港去年破获最大宗的毒品案 而台湾在17年前曾有贩毒集团企图闯关 一大罐隐形眼镜冲洗液藏在行李箱 里头装的就是液态K他命 从外观难以看出异状 这回陈信毒贩用液化毒品运势入境 风波延烧网红圈 而演艺圈也频频传出染毒事件 知名独立乐团美秀集团吉他手收齐 日前开车遭蓝茶 发现车上有大麻电子烟弹 属于二级毒品 艺人陈爱玲老公严廷生 去年也因为吸食大麻烟招待 检方给予还起诉处分 网红艺人涉毒遭法办 新未受到外界放大解释 TVB新闻车上会结尤其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